我提前从国外回来 就为了给柳如烟一个大大的惊喜 没曾想 他却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吓 我愤怒地看着手机上的画面 原来我一直是个大大的绿灯侠 就在刚刚 我掏出钥匙 打开房门 卧室的门紧闭着 大白天的 莫非柳如烟在休息 刚走到门口 我听到卧室里传来凌乱的脚步声 门从里面反锁了 谁 柳如烟慌乱的声音响起 他不会以为家里进贼了吧 我手里捧着一束花 口袋里装着我从美国买回来的项链 我有些激动 一个月没见了 我恨不得把柳如烟疯狂地揉进怀里 你等我下 过了大概三分钟 柳如烟才打开卧室的门 他的脸颊有些红 逼着脑袋 衣衫不整 发丝凌乱 眼神多闪 怎么这么久才开门 窗户居然敞开着 有微冷的风吹进来 柳如烟赶紧拦在我面前 老公 你怎么提早一天回来了 也不通知我一声 他脸上的笑有些僵硬 看到我手里捧着的花 他立刻堆起笑脸 谢谢老公 我好喜欢 今天的他打扮得很娇艳 化了淡妆 脸上透着一股风情 我们结婚五年 孩子三岁 他在家里的时候从来不化妆的 今天的他有点反常 就是想给你个惊喜啊 儿子呢 房间空空 明显不在房间 在睡觉呢 他拉着我的手到了隔壁房间 他的手心有些潮湿 房子结婚前买的 两时一厅 柳如烟没有工作 有了孩子之后成了家庭主妇 负责照顾三岁的孩子 过了暑假就可以把孩子送幼儿园了 儿子躺在刺卧的小床上 睡得正香 红通通的小脸 立刻让我父爱饭乱 我俯身在儿子的额头亲了一下 儿子滚烫的额头让我顿时紧张起来 怎么回事 儿子发烧了 我赶紧去翻体温计 40点1度 我回头凝视着柳如烟 儿子发烧这么高 他心里如真的性子 不可能会没有察觉 他眼神慌乱 不敢和我对视 快送儿子去医院 我马上叫了个车 让他收拾了东西 就抱起儿子就往外走 到了医院 医生的一句话让我差点崩溃 太危险了 怎么才送来 再晚点就没救 住了一天的院 总算脱离了威胁 我拿着单具去缴费 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纪博答 你在家吗 打电话的是公司的同事 沈幼楚 我们两个在公司算是关系最好的 我在医院呢 怎么了 我问 怎么会在医院 他的语气里有些担忧 我儿子发烧了 哪家医院 我马上过来 沈幼楚的话让我一头雾水 他找我应该有急事 缴了肺 我看到之前抢救的医生 刚好走过来 他好像有话要说 我们发现你儿子的身体里 咽出了新型的非本二旦逐类药 医生注视着我的眼睛 医生 我不太懂 您能说明白吗 我感觉这里面有事 你儿子是服用了具有 安眠成分的药物导致的 发烧及过敏性休克 医生看了我一眼 意味深长 我脑袋嗡的医生 儿子才三岁 怎么可能吃安眠药 难道是柳如烟 我不敢想 手机再次响起 沈幼楚说他到医院门口了 远远的 我就看到一个身影朝我跑来 他的额头渗出细密的汗水 你儿子怎么样了 医生说暂时稳定下来了 沈幼楚捂着胸口 喘着粗气 看了看我身后 你老婆呢 陪着孩子呢 傲有件事我想跟你说下 你别生气 说着他把手机递给我 我愣了一下 有些不明白他的意图 你看了就知道了 那是一段视频 从外面看好像拍我的家窗户 镜头拉近 我的怒气嗖的窜了上来 一个赤着上身 只穿了一件短裤的男人 正从窗户里面往外爬 想躲进旁边的空调间 他一只脚踩空的悬在半空 随时都有可能跌落下去 摔成肉骨 我们家在八楼 他生还的几率为零 他是谁 他为什么不去死 昨天你下车之后 司机接了个拼车的人 我们在楼下稍等 舅 沈幼楚没有说下去 谢谢你 我挤出一丝笑 应该很难看 我先走了 保重 沈幼楚离开之后 我努力装作很平静地回到病房 儿子已经脱离了危险 柳如烟在坐在床头 精神有些恍惚 在没有拿到绝对的证据之前 我不能打草惊蛇 我一定要找到那个男人 消失柳如烟跟别的男人 偷情的实质性的证据 在这之前 我必须演戏 老婆 你也别太担心 医生都说了 儿子会没事的 柳如烟靠在我的肩膀 都怪我 如果因为我导致儿子 有了三长两短 你一定不会原谅我吧 我没有正面回答 说什么呢 儿子不会有事的 在医院又住了两天 医生又给儿子做了检查 没有大碍 我们就把儿子接回了家 儿子住院这两天 柳如烟都在医院陪他 我请人来家里 安装好的针孔摄像头 家里的每一个角落都能看到 这一次 我要钓鱼 第二天 我照常去公司 沈又楚担忧地看着我 特地给我买了早餐 中午休息的时候 我在楼下抽烟 沈又楚装作不在意地 走到我身边 你也别多想 也许是个误会呢 我相信他 家丑不可外扬 而且我的计划 也不能让外人知道 沈又楚脸上闪过一道尴尬 晚上你有时间吗 我想了想说 有 我给柳如烟打了电话 告诉他晚上我会晚点回去 我也想看看我不在家的时候 柳如烟会不会挑战我的底线 沈又楚把我约到附近的一家饭店 他问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约你出来吗 沈又楚喜欢我 从我进公司那一刻就知道 沈又楚是公司大股东的女儿 姿色超群 追他的公子哥数不胜数 但沈又楚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他们一眼 他对我表现出来的好感和亲密 让我在圈子里成了很多人眼中的情敌 我查到了一些线索 沈又楚说着 递给我几张打印好的自纸还有照片 这是我托人查到的 也许对你有用 谢谢你 我把那些东西收起来 沈又楚犹豫了片刻说 还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 尽管找我 我愣了下 委婉地拒绝了他 脑子里是柳如烟的影子 柳如烟 高中时暗恋的对象 那个时候的他在我的心里 犹如清水浮荣 绝尘脱俗 而我 家境不好的穷小 只能默默地在心里喜欢着他 可能他都不知道班里有我这好人 高中毕业 我考上了京城一所重点大学 而他却人间蒸发 杳无音许 再次遇到他是三年后 那个时候的他脸色憔悴 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 通过其他人得知 他过得并不好 上了一个很差的大学 还没毕业就被勒令退学了 至于原因 无从得知 他在我的心里一如当年 我生出一丝联系 开始追他 此时的我 已经有了让他幸福的资本 我在京城有了自己的公司 员工虽然只有七八个人 但我已经有了自己的事业 车子 房子 在那年圣诞节 我向他求婚 送上定制的钻戒 他热泪盈眶 第二年的情人节 我们举办了婚女 那年十月 就生下了小叮当 那阵子我光彩极了 家庭 事业有成 娇妻相伴 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 只是我工作太忙 我父母年纪大 住在乡下 腿脚不便也不指望他们照看孩子 柳如烟照顾孩子很辛苦 所以在柳如烟身上 我从来不吝啬 我努力生活的意义 就是为了他和孩子过的幸福 只是我没想到 柳如烟会在我对未来 充满美好幻想的时候 给我致命一击 沈幼楚给的那些证据 除了柳如烟的通话记录 还有就是跟某个男人 在一起的照片 只是照片拍到的 都是男人的背影 不过这些证据足以证明 柳如烟背着我出了骨 我的心里压抑难受 我很想抓着柳如烟 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 我有做过对不起他的事吗 还有小叮当的病情 安眠药 连三岁的孩子都不放我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我握紧了手 柳如烟 我会让你承受我狂风暴雨般的愤怒 回到家的时候 我依旧买菜做饭 小叮当已经精神多了 看到我 开心地扑到我怀里 在我脸上清了一下 软糯地叫爸爸把我的心都融化了 吃过晚饭 我陪着小叮当玩了很久 把他红睡 柳如烟钻进我怀里 在我耳边呢喃 老公 换作以往 我一定承受不住柳如烟的撒娇 会立刻把他扑倒在床上 但是在知道了柳如烟 背着我跟别的男人脱欢的时候 我只觉得恶心 我告诉他这几天生意忙 有点累 睡吧 他眼神有些优越 靠在我怀里 用商量的口吻低声说 老公 今天我妈给我打电话说 咱爸看上了一辆车 四十多万吧 看看你这边有没有闲钱 先让他用着 买车 我想起岳父那张贪得无厌的嘴 当时我要和柳如烟结婚的时候 他张口就要五十万的彩礼 而且还必须让我在市中心 买一套三十的学区服 我跟柳如烟在一起之后 在岳父身上 我花了不下几十万 逢年过节好烟好酒色 只为他能同意我跟柳如烟在一起 柳如烟是我心里的朱砂质 白莲花 曾经我此生的目标 就是能跟柳如烟在一起 所以只要我有 我全倾尽全力毫不吝啬 即使如此 每次见到岳父 他都会对我冷眼相待 他说他闺女完全可以 嫁一个身价过一的符合 嫁给我 四项身价 虽是百分之后 但最后还是被我用钱给砸服了 毕竟逢年过节 我都会拿出一两万的红包 送上各种好礼 名贵服装 手表首饰 但在我的心里 留下了无法解开的结 他不是有车吗 我结婚前就出钱给他买了一辆十几万的哈佛 当时的最高配 才开没有几年 那车都开四五年了 他身边的朋友都开路湖宝马了 你也知道 他爱面子 柳如烟在我耳边吹风 你也知道他脾气 如果不满足他要求的话 会给咱们增加很多麻烦 我心里冷笑 爱面子 所以就把我当成提款机 如果在柳如烟没有出轨钱 我或许还会考虑 如果岳父对我有一点好 我也会拿出几十万给他买车 但是现在 我不想再做冤大口 哪可以啊 我告诉柳如烟 目前钱都在公司账上 想要从账上提钱 得写个借条 纪博答 你过分了呀 那是咱爸 你居然还让写借条 柳如烟嚷了起来 我提醒柳如烟 那是法律的规定 公司的钱不等于我个人的钱 不可以随意乱动 柳如烟妥协了 说要跟岳父商量后给我答复 他抱着被子去了隔壁房间 关门的时候力气很砸 早上的时候 我做好早饭叫柳如烟 我们都没有说话 他在怪我在岳父买车这件事上小气 而我则想看看 他跟别的男人偷情过后 怎么还能做到如此心安理 他终于忍不住说 岳父同意了 写借条 问我什么时候能拿到钱 我告诉他 写了就能拿到 下午岳父登门了 脸色很差 恨不得把我吃了 我让他按照规定写好戒条 把钱通过公司账户 转到他的名下的卡里之后 他气呼呼地走了 很快我就在朋友圈 看到岳父的一条消息 他提了一辆雷克萨斯 照片里他站在车前 大金链子名牌手表 墨镜小包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谁都知道他一身行透 是从我身上榨取的 今天是周末 我答应过小叮当 要带他去游乐场 柳如烟说 他今天跟闺蜜约好了 去三里屯买包 就不跟我们一起去 让我好好带孩子玩 他今天的装很精致 有点像是约会 柳如烟的闺蜜我认识 都是我介绍的 不是这个老板的千金 就是那种董事长的小名 一个个花钱的能手 至于柳如烟是不是去买包 很快我就能得到消息 我带着小叮当 在游乐园玩了好多项目 旋转木马 摩天轮 小游艇 小孩子的世界就是简单 他的眼神干净清澈 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 我在想 前两天联系的私家侦探发给我 我给了对方十万块 目的是收集柳如烟出轨的证据 对方发给了我的一段话 还有视频 视频里 柳如烟被一个男人暗挡在床上 两人正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购物 我握紧了拳头 见人 爸爸 我想妈妈 小叮当的话让我立刻清醒过来 我们跟妈妈视频好不好 我脑子里已经有了想法 小叮当立刻开心地答应了 我带着小叮当到了车里 打开了视频通话 开始的时候没人接听 我就一直播 终于 看到了镜头里的柳如烟 干嘛 我在看衣服呢 柳如烟怨怨气很大 估计是我破坏了他的好事吧 妈妈 你在哪呢 小叮当问 柳如烟说他正在试衣服呢 这鬼话估计只能轰轰小叮当 这样的三岁小孩吧 妈妈 我想看看你的新衣服 小叮当按照我教的一字不差地说 我忍不住对小叮当竖起大拇指 果然是我儿子 聪明 柳如烟没有想到小叮当会提这个要求 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等回去给你看好吗 儿子 现在妈妈不太方便 这倒是事实 毕竟正跟一个男人行不轨之事呢 柳如烟忍不住又叫了一声 我感觉在听下去 我会忍不住砸掉手机 你先忙吧 结果都在预料之中 何必给自己找不开心 挂断之后 我一点心情都没有了 柳如烟是什么时候跟对方勾搭在一起的 现在我已经知道了那个男人的样貌 有点眼熟 但我想不起来是谁 四家侦探还没有给我那个男人的信息 我的目光落在小叮当的身上 心里冒出一个不好的面团 我不敢去想 如果真的是我不敢面对的那个节目 我该怎么办 小叮当抱着我的脖子 他似乎感觉到了我的心情很糟 他在我的脸上轻轻的气了一下 小叮当长得像柳如烟 大眼睛 皮肤很白 比网上那些童装模特都好看 我引以为傲的儿子 爸爸不想伤害你 大人们的恩怨跟你没有关系 柳如烟晚上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了 他扔下包就抱怨逛街逛得太累 他去洗了澡 我在客厅抽着烟 他从洗手间出来 立刻厌恶的看着我 纪博答 你怎么搞的 干嘛在家里抽烟 你不知道二手烟对孩子伤害大吗 他裹了浴巾 头发上还在滴水 我承认 柳如烟即使生过孩子 但身材保养得依旧如青春少女 他坐在沙发上擦着头上的水 我看到了他脖子上红色的纹布 他察觉到我的目光 脸上闪过一丝慌乱 抱怨说这鬼天气都入秋了 还那么多蚊子 见我不说话 他估计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找着话题 对了 我明天要带小叮当回我家一趟 我妈都一周没见外孙了 明天我还要见一个大客户 我告诉柳如烟 明天我没时间过去 顺便让他替我给岳父带点上好的茶叶 我跟柳如烟彼此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而我很清楚 我们之间已经仿佛是一个屏幕 外表完好 内部已经慢慢的溃烂 公司约的这个大客户 是沈幼楚特地给我安排的 对方是某个500强国企的高管 手里能动用上亿的资金 换了一套合身的西装 时间 地点 沈幼楚已经帮我约好了 自然 沈幼楚立刻打起精神 站起身 等我看清那张脸的时候 我握紧了拳头 这人不正是四家侦探给我发的视频里的那个人吗 跟柳如烟滚床单的那个男人 伊藤成 他也在打扰我 目光深邃 嘴角带着笑 跟我寒暄了几次 然后说起我们的合作 基本上谈得比较顺 前妻沈幼楚已经沟通得差不多了 在最后签合同的时候 他忽然抬头 一有所指地看着我 有句老话说 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必定有一个出彩的女人 我很好奇 纪总做得这么成功 家里的娇妻一定很漂亮吧 他是在故意挑衅或者激怒我 如此明目张胆 看来是早有准备 如果我被他激怒 很可能我就正中他的拳头 女人如衣服 不合适了就换 一旁的沈幼楚白了我一眼 他估计没有想到我会说出如此轻薄的话 回去的路上 沈幼楚气呼呼的一句话都没说 快到我家的时候 他终于忍不住问我 在你心里真的女人可以随便换吗 我告诉沈幼楚逢场作谢儿 不用当真 你身上的那件衣服已经脏了 为什么不换 我愣了一下 苦笑起来 身上的衣服是脏了 但毕竟穿了那么多年 有感情了 我准备开车把沈幼楚送回去 柳如烟的电话却打了过来 他的声音很急迫 问我现在在哪 让我马上去岳父家 我只能先把沈幼楚放下 让他自己打车回去 要知道他这个富家千金 从来没有人这么对他过 到了岳父家的时候 就看到岳父和岳母的脸色很差 柳如烟和小叮当坐在沙发上 愁眉苦脸 这是怎么办 房间里的气氛明显不对 柳如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原来岳父在提了车之后 忍不住开出去炫耀 拉了几个牌友 准备兜风 却在一个巷子里 把一辆劳斯莱斯给撞 急于逃跑的时候 又把一个老人撞成重伤 然后快速开车逃离了 纪伯达 你要救我 岳父慌乱地掩饰 恨不得立刻跪在我面前 如果我被抓到的话 一定会被判刑的 岳母也在一旁说 纪伯达 我们都知道你人卖过 你不能不管你吗 如果他被抓进去了 我也不活了 说着一把鼻涕一把泪 别提多伤心 爸 妈 纪伯达不会不管 对吧 纪伯达 你喝酒了吗 我问岳父 岳父开始的时候还想否认 但是他嗜酒如命的心 不可能不喝 你想让我帮你 就如是告诉我 岳父低下的我 他知道自己骗不了我 见他默认 我感觉这是我已经解决不了 我虽然人卖过 但交通照是逃运 撞了人 已经达到了量刑的标准 我只能减量 我不能保证一定能放 岳母忽然站起身 让我跟他到房间一趟 关上房门之后 岳母说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帮你吧 就看你越不愿意了 原来他们已经想好对策了 我问是什么办法 岳母似乎有些为难 他说还是让柳如烟告诉你吧 我们出去之后 岳母朝柳如烟使了眼色 柳如烟让小叮当先去房间玩 等客厅里只剩下我们四个人的时候 柳如烟开口了 这件事我们三个讨论了很久 实在不行 只有最后一个办法 我爸胆子小 一旦被关进去 他整个人就毁了 你也知道他爱面子 如果让人知道他犯了这样的事 也要他命都难受 所以他抬头看我 我已经猜出他想要说什么了 只是我还抱有最后一次幻想 毕竟结婚五年 总有点夫妻情侶吧 我爸车刚提出来 上面没有车牌 照理应该找不到 但要是警察查起来的时候 你就说是你开的车 因为撞了劳斯莱斯 担心赔不起 慌乱之下 没有注意到路边的老人 我忍不住冷笑 真够狠的 我除了绿帽侠还多了一层身份 背锅侠 他们一家还真是看得起我 不好意思 这个忙我帮不了 我直接拒绝 岳父立刻就怒了 纪伯达 你怎么回事 我用到你的时候 你就推托 当初我让柳如烟嫁给你 真是瞎了眼 岳母也在一旁帮腔 说我不进人请 说当初就不应该同意 我跟柳如烟的婚事 你们清醒一下 车上都有行车记录译 一路上这么多的监控 谁开车 你们以为警察查不出来吗 把我劝你去自首办 从他们家出来 我感觉特别轻松 我终于拒绝了一次 只是一想到小叮当还在他们家 我又忍不住重新折了回去 隔着门就听到里面在争吵 伴随着岳父砸东西的声音 我的耳朵里戴着蓝牙耳机 我进去的时候 偷偷在我坐的沙发下面 放了一个窃听器 如今他们正对我的表现大发雷霆 小雨 现在怎么办 她不同意 岳父的声音 除了让她点气 没有其他办法 岳母的声音 你们也看到了 她根本不听我的 柳如烟的声音 岳母 那咱们就一口咬定是她撞的 到时候她关进去了 你就离婚 以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腾城 不是上市公司的高管 你这样的还仇嫁不出去 但是纪伯达毕竟是无辜的 虽然我并不爱她 但是这么多人 她对我们够好了 你现在还替她说话 连帮我都不帮 这样的女婿有什么用 她不是也说了吗 警察能查到的 你马上让一腾城到咱们家吃个饭 等纪伯达进去了 你就嫁给她 我和你爸站你这边 岳父还是喋喋不休 我没有再听下去 他们一家的三官 彻底击穿了我的认知底线 既然你们要害我 我何必在乎你们 我给斯嘉侦探打了电话 让他调查清楚 一腾城详细信息 然后又回到家里 开始翻看家里的监控 在我跟柳如烟睡的那张床上 在我们的婚纱照下 柳如烟跟一腾城彼此忘记 斯嘉侦探很快就给到我 一腾城的消息 原来一腾城跟柳如烟 在我之前就认识了 当初柳如烟没有考上好的大学 很跟一腾城有关 有三年的时间 柳如烟人间蒸发 似乎是跟一腾城在一起 这就有故事了 看着一腾城的资料 无非是家事显赫 有一定背景 身边女人无数 勾搭过的女人数不清 有明星 模特 学生 还有结过婚的少妇 完全一个现实版的海王 而柳如烟还被蒙在鼓里 傻傻地以为跟我离婚后 一腾城会娶她吧 当天 柳如烟并没有回家 而是住在了岳父家 至于他们想做什么 我已经一清二楚了 让我没有想到的是 柳如烟居然主动向我提出了离婚 她的理由听起来可笑 说我没有把她的父母当父母 看来是找好了下家 连离婚都是那么潇洒 我让她找个时间好好聊聊 离婚不是不可以 但是以他们家的性命 一定会向我开条件 柳如烟把小叮当留在了岳父那 看到我的时候 态度也是出奇的差 这是离婚协议 你没有意见在上面签字就行 不能在一起了就好就好散 我扫了一眼 她提的条件让我提笑接吹 房子归她 车子归她 公司70%的补分归她 更离谱的是 小叮当也要归她 你还要再考虑一下吗 我问 有什么考虑她 我爸都那样 你还不愿意帮忙 我嫁给你有什么用 她一份甜衣 仿佛错的是我 我真的好奇 曾经我深爱的女人的脑回路 到底是怎么长的 是我当初瞎了眼 还是脑子一时八日 不过现在我已经来了练剂 至于她提的离婚条件 很抱歉 我一条也做不到 我已经让人收集证据 过错方不在我 至于小叮当 我也会争取 接盘侠比我有钱 我何必太大方 你爸撞了人 出了事 为什么要让我顶罪 我欠她的吗 还是说 我的作用就是被你们用来牺牲的 我的话让柳如烟的脸色有些难堪 你别给自己找理由 现在我们两个必须离婚 你放心 该是我的 我一件都不会放弃 我并没有在离婚协议上签字 柳如烟气呼呼地走了 同时把家里她的衣服化妆品 也都清理得干干净净 我苦笑 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哪做错 不过警察还是很快找到了我 说我涉嫌肇事逃逸 让我去配合调查 除了我 柳如烟和岳父母都在 他们见到我 立刻指着我说 就是她 撞了人 想让我顶罪 我发现我还是低估了他们家一家的无耻人 警察把我带回去问话 等问笔路的间隙 我反思自己跟柳如烟婚后的生活 我终于明白 那个女人真的没有爱过我 婚后的她 很少关心过我 我去国外出差 从来都是我主动联系她 她的朋友圈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尤其是我想要跟她亲热 还要看她的心情 如果她不想 我就不能碰 回顾以前的一切 我还真是傻的礼物 很快我就被放出来了 来接我的是沈幼楚 她有些心疼地看着我 又气又脑 你个笨蛋 沈幼楚把我送到家 看着空空如也的房间 我有些无奈 沈幼楚收拾了一下 柳如烟那天离开之后 估计就没有再回来 沈幼楚问我以后有什么打算 我摇头 暂时还没有想过 不过对于柳如烟一家 我当然不能就这么算 我已经弄到了岳父开那辆车 并且肇事逃逸的证据 不过现在我还没打算 交别警察 做事留底线 以后好相见 他们却把底线给过了 既然他们要玩 我当然要陪他们玩玩 沈幼楚看我心情不好 说要留下来陪我 反正两个房间 我没有拒绝 半夜的时候 门被忽然撞开了 我看到柳如烟 披头散发的重进房间 冲着我脸上扇了几巴掌 他骂我人渣 并且说不会放过我 他愤怒的模样 让我心里一阵开心 虽然脸上火辣辣的跑 隔壁卧室 沈幼楚也听到动静 穿好衣服跑了出来 直接把柳如烟给推开 我第一次见沈幼楚 撒爽了 柳如烟根本不是他对手 我几乎忘了 沈幼楚跟我说过 他是跆拳道黑带 你们这对狗男女 你们等着 说着他气呼呼地跑了 沈幼楚喘着气 他凝望着我 忍不住笑了两声 你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 他为什么那么生气 我笑而不语 过几天你就知道了 岳父母那边 已经闹得鸡飞狗跳了 岳母说要跳楼 岳父躲在房间里不出门 柳如烟把小叮当 丢到家里 一个人出去寻情境 我可怜的小叮当 我必须想办法 把他接过来 开车到了他们家门口 这个时候 我可以确认 柳如烟不在家 也许去跟他的拼头 约会去了 岳母打开门键树 没好气地问我来做什么 还说看到我就会气 小叮当听到我的声音 立马开心地跑了过来 爸爸 爸爸 我想你了 我的心软了下来 小叮当 爸爸对不起你 不应该让你小小年纪 承受这么多 我抱起小叮当 岳母想要多 但她怎么可能是我的对手 我带小叮当去玩几天 不等岳母同意 我赶紧跑去了 小叮当靠在我肩膀上 问我这几天 为什么不来看她 我告诉她爸爸忙 又出差了好多天 我有些内疚 毕竟小叮当那么单纯 我是在骗她 在一家医院门口 我告诉医生 我要做DNA亲子鉴定 医生见怪不怪地让我脚费 在我做亲子鉴定的那家医院 我见到了被岳父撞到的老人 并且表达了我对他深切的问候 果然 属于岳父他们的报应还是来了 按照我提供的证据 警察很快查清楚 那次交通肇事的元凶正是岳父 而柳如烟找到了我上班的公司 沈又处问我要不要见 他可以让门卫把柳如烟拦在大楼之外 见 当然要见 不见他怎么可能死心 几天没见 柳如烟憔憔悴了很多 我想到当初遇到他的时候 他就是这般模样 他扑通跪倒在我面前 记博答 看在我们五年夫妻情分上 求你救救我爸爸 不然我们那个家就散了 周围已经挤满了尸瓜群众 我有些无奈 让沈又处把他扶起来 你爸做的事应该自己承当 尤其想到要拿我当替罪羊的时候 我就会莫名地生出一股怒气 我能看看小叮当吗 他并没有过多地在岳父那些事上纠缠 估计他觉得我也改变不了什么 不管我多么很难 但他毕竟是小叮当的亲爱 我没有任何理由不让他见小叮当 我让人把小叮当送了过来 他看到小叮当 立刻一把鼻涕一把泪起来 我有些愕然 他已经开始对我进行声讨起来 说我多么的食恶不赦 渣男附体 说我跟沈又处私下狗企 说我们一对狗男女 不顾忌他们母女 还说我在他怀孕的时候 就跟沈又处勾搭到了一起 天 那个时候我根本还不认识沈又处 我呆住了 沈又处更是没有想到柳如烟会来证明他 他起的脸色帐篷 论脸皮和无耻程度 他怎么可能是柳如烟的对手 沈又处警告柳如烟 再赶在这里胡说 就让人把他赶出去 他丝毫不决 似乎已经做好了准备 很快 就有几个记者扛着摄像机 拿着麦克风冲了 对准我和沈又处一阵猛拍 耳边还有柳如烟窜多的声音 说快看看 这对狗男女 不顾老婆和三岁孩子 简直就是扎中之扎 因为我和沈又处身份特殊 我们在公司身处高层 这个事件一曝光 自然影响巨大 我们俩被逼问的视频 立刻就火遍了网络 上了热门 评论里全是对我和沈又处的谩骂和声讨 还有人人肉到我们公司地址 寄送刀片 事情的发展严重程度超乎了想象 在海南度假的沈又处的董事长 负责的额知消息 立刻连夜坐飞机赶了回来 为了消除这件事对公司的影响 我被撤了职 我还有自己的小公司 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沈又处就不一样了 他在上层圈子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 弄得他好多天不敢出门 我给他发消息表示内疚 沈又处却毫不在乎的安慰我 说有我陪着 天塌下来都不怕 小叮当被柳如烟给接走了 外面都是对我的讨伐 我感觉我已经成了网红 不过事情还没有到最严重的地步 我手里的底牌还没有亮出来 以我对柳如烟的了解 他空有一副皮脑 缺少脑子的内容 他一个人根本想不出这一招 很明显 背后有人 而那个人 很可能是伊藤城 他来伊藤城要跟我好好玩啊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抽烟 目光忽然落到了墙壁上 我跟柳如烟 还有小叮当一家人的全家份上 小叮当笑得很开心 而柳如烟的目光平静得 就像一滩丝水 怪我太傻 柳如烟不爱我 我明明能感觉到 为什么要自欺欺人呢 比如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说的某些话我没有听到 或者没有听懂 等我在问的时候 他就会对我一句 你听不懂人话吗 这样的态度语气 根本不像是夫妻之间才有的 我忽然想起他半夜找我 骂我渣男 莫非我的那个行动有效了 三天前 我从小叮当高烧住的那家医院 拿到了他的检测结果 小叮当的身体里 被人故意喂了安眠药 药量虽然不是很大 但也会给一个三岁的孩子 带来致命的伤害 我费了好大的劲 终于查到了原因 原来那天 伊藤成去了我家 小叮当不喜欢伊藤成 就一直哭 伊藤成看着烦 恰好前两天柳如烟失眠 从药店拿了包安眠药 于是伊藤成就让柳如烟 给小叮当喂点安眠药 这样他们就可以尽情欢迎 柳如烟本来还担心 安眠药会对小叮当造成伤害 但伊藤成说 不会 一点安眠药而已 那天是我从美国回来的日子 我捧着鲜花 拿着在美国买个首饰 我满怀欣喜 他们却在我睡觉的床上购买 还有沈幼楚给我的窗外悬挂 吃身短裤男的那段视频 我也一并匿名发给了柳如烟 果然 柳如烟慌慌了 他回来不过是想试探我 想要证明我到底知不知道 他背着我做的那些偶心的勾当 柳如烟有可能怀疑是我 却根本拿不到证据 手机忽然有个陌生人夹我 不过那张健身房的头像 让我立马认出了对方 这不是伊藤成吗 我犹豫了一下 拒绝了 这个男人夹我 不愧是脑子里进水里吧 对方又反复夹了我一次 第三次的时候 对方发了一句话过 我只好同意了 那句话是 我知道你和小丁当做了亲自鉴定 咱们做个交易主意啊 加了好友之后 我把手机扔在了一边 睡了个舒服的宝觉 这段时间内 伊藤成找我视频通话了很多次 我敲了几个字过去 问他找我做什么 他很快就回了过来 能见面聊聊吗 我回 没时间 也没有兴趣 咱们之间也没有聊的必要 我说了 我要钓鱼 我的线已经放得足够炒 我算了算时间 差不多快到收网的时候 当年的我能考上 京城这边的重点大学 我的智商并不低 我求求你 只要你答应见我一面 我愿意为我犯下的 托付出代价 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我体验到了 握住病人咽喉的快感 既然你这么有诚意 你来我家 我想不用我告诉他地址 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 二十多分钟后 门铃响了 打开门 伊藤成有些狼狈地站在门口 我把他让了进来 想想真是可笑 我们会为同一个女人 在这种场合 以这种方式见面 我点燃一支烟 坐在沙发上 漫不经心地问他 应该对这里很熟吧 伊藤成也不傻 既然我说出这句话 那就证明他所有的秘密 已经被我准备 不然他也不可能 急迫地要见我 你放过我吧 我答应你 我跟你老婆彻底断了联系 而且我还会赔偿你一笔损失 你想要什么 我都答应你 我看着第三下 似如一条狗 在我面前祈求的伊藤成 你们一定很好奇 我做了什么 其实很简单 我让私家侦探调查 清楚了伊藤成的身世 他们家有一个 在政坛很有地位的人 我只是把伊藤成 跟其他女人的私密视频 一起打包发点他 那人掌握着 伊藤成的生死裁员 人跟他在乎的地位 金钱相比 根本不开一批 他那么聪明的人 稍加思考 就能想到幕后的指使是我 放过你可以 不过你要帮我演出戏 我在伊藤成的耳边 低语了几句 对了 还有小叮当 我看着伊藤成 他应该比我清楚 我想要的是什么 一切都在计划当中 柳如烟在小叮当的抚养权上 丝毫不退缩 而我在的助力下 岳父很快被判了情 两年的牢狱生 足够他接受教训 柳如烟最近反而变得嚣张起来 开始在网上直播 作为最近爆火出轨事件的核心人 他不停地发视频 编造我是个渣男 我做了对不起他的故事 吃瓜群众看得热闹 还有很多人在评论里留言 要娶他 说我这样的男人不懂得珍惜 简直就是暴体的英雄 柳如烟长得好看 有男人喜欢也正常 我不就是喜欢他的男人之一吗 我第一次发现 柳如烟编故事的能力不一般 这样的人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作家呢 柳如烟向法院对我起诉了离婚 说我外面婚内处 希望法院能按照离婚协议进行宣判 同时 他也在朋友圈高调宣布他的新婚 伊藤成 我有些嫉妒 结婚五年 他何曾发过关于我的一条信息 在这一点上 我不如伊藤成 此时的柳如烟春风得意 看似马上就能嫁入豪门 而我想要看到的结果 很快就能实现了 柳如烟跟伊藤成订婚的消息 传遍了整个京城 他们还给我发送了结婚情节 让我参加 柳如烟是想看我打脸 是想让我看看跟我离婚后 他绑上了一个钻石王王五 一个身价过异的富二代 他们的婚礼在一周后 据说选择了京城最豪华的酒店卡尔顿 既然柳如烟那么好心盛情邀约 如果我不去 岂不是太让他伤心了吗 他们婚礼那天 我穿了最贵的西装 刚出门 就看到一辆马萨拉蒂停在门口 车上 身着青色香边雪纺群的沈又厨冲着我笑 莫非你 我早已猜到 当然 这种场合 如果没有我 就一点不精彩了 沈又厨打去道 沈又厨的到来 简直就是锦上添花 我当然不会拒绝 到了卡尔顿 人很多 远远的就看到柳如烟 向我们投来的充满敌意的不光 今天是他和伊藤诚结婚的日子 而我和沈又厨的出现 完全夺了他们的风头 肆意上台 一大段祝福新人的话 你愿意嫁给伊藤诚先生为妻 无论 背后的LED显示屏上 原本播放了两个人甜蜜的婚纱照 却在忽然之间 换成了两人亲热的画面 接着是一个男人 挂在十九层的窗外 摇摇欲坠的画面 然后是柳如烟 从窗户探出脑袋 接着匆忙离开的画面 人群立刻炫闹起来 众人的目光看向柳如烟 视频里的伊藤诚是打了马的 尽管视频里的男主角就是伊藤诚 柳如烟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纪博答 你混蛋 我不会放过你的 如果今天不是他大喜的日子 不是这种场合 他会毫不犹豫地卡通我 他忽然抢过画面 大声地说道 大家好 我是今天的新娘 你们不要误会 这是小人渣男故意陷害我 视频里的男人 正是站在我身边的老公 伊藤诚先生 情侣之间亲力并不为过 他的目光转向伊藤诚 似乎在等伊藤诚的一句 他就是视频里的男主角 他瞪大了眼睛 张大了嘴巴 完全呆住了 因为伊藤诚的那句话 对不起 我不是视频里的男主角 说完 更像画的 匆忙离开了 柳如烟坐在地上 眼神呆滞 妈妈 一个脆脆的声音响起 我让人把小叮当抱了过来 周围传来了虚的嘲讽声 一切都如我所料 一切都是最完美的结局 回去的路上 沈幼楚看向我 纪伯答 没想到你真够浮黑的 我笑笑 怕了吗 沈幼楚摇头 我有个疑惑 你能回答吗 见我不说话 他继续说 我想知道 小叮当是不是你的孩子 你猜 我笑眯眯的望着沈幼楚